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集的趙傀 紫上談兵大結局 趙傀的最後結局是怎樣 我想大家可能都心中有數 趙傀率領大軍 追擊秦軍 秦軍佈下移陣 楊莊打輸 趙傀率領大軍 引起趙傀率領大軍 去到一個 白起預先 埋伏了 地勢很險要 三面 去到包圍網 剩下最後一個入口 等趙傀率領大軍 趙傀率領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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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軍最後 退到大山的前面 突然間不退了 原來自然不退 陣陣已經在那裏佈下了 趙傀率領大軍 趙傀率領大軍 作為圈套 繼續進攻 這時候突然間 跑聲 不知道 Patch 日不到 HOW 釀散 是某些戰鼓 大挪大鼓 以及有具方士兵聲 這叫聲是一千上萬發出即將會非常危險 還有蟹人的叫聲震耳玉龍 整個山谷都震了 如果追追蟹人一千人 追人幾百人突然有一萬人圍著你 不腳軟也有鬼 趙褲在這個時候 反而也能保持冷靜 但他也馬上知道這次糟糕了 念色法白頭冒冷汗 但他也馬上去想辦法 36計走為上計 但走去哪裡 當時秦軍已經四面八方收緊 好像袋子一樣 把圈子越收越窄 甚至慢慢把趙褲的退路封了 趙褲想走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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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褲想向一些比較弱的地方衝擊 但對方發覺 他衝到過去的時候 又有多了巡軍 所以走不走 當時已經太陽下山 夜幕低垂 打了一天仗 已經又累又辛苦 所以趙褲有40萬大軍 但被圍著也是搞不定的 我覺得唯一的戰術 就是他向著 可能後面的人又有埋伏,射箭,扔石,你也死了 趙豁在那時打了日仗休息 他在睡覺之前,當然睡不著 他都在自我檢討,感覺非常傲老 而他也看到三軍未動的梁草先行 他還未完成,已經深入了敵陣 士兵40萬人又沒有飯吃,怎樣過呢? 他都覺得自己很興奮 整晚睡不著 另一邊雙,秦昭雙王 趙孝成王沒有什麼做 可能他們都不知道趙豁被毀 他都沒有派什麼援兵去 但是秦昭雙王,即秦國那邊 知道已經將40萬趙軍圍困的時候 這裡補充一點 本身廉坡已經有20萬大軍 趙豁再帶多20萬,總共是40萬補充 趙豁、秦國的軍主 趙集了15歲以上的男子 全部開到長平,將長平更加加緊包圍網 始終趙國有40萬 秦國不知當時有多少萬 但是徵召多些人,令到圈圈圍得更好 還有增加循環的力量 因為40萬,雖然被毀 但是他也有攻擊力 趙國的實力是很好的 順便截斷趙國的供應線 一邊圍著他之外 也守住交通的要道 讓趙國的糧草不能夠毀進來 趙豁真是叫天不地,叫地不民 所以我看到這場戰爭的成敗 老闆也很重要 你看看秦超雙和親力親為 都投入了這個戰爭 趙孝成和在做什麼 不知 這樣就糟糕了 沒有東西吃 帶隊人馬沒有東西吃 外面又沒有援軍 等死,在捱餓 又去吃樹皮 草皮又吃了 最後不夠吃 戰爭的攻擊馬也要殺 最後出現了最慘哲人環的一幕 就是人食人 已經圍了46天 為了擺脫絕境 趙國也是要冒險 他找了一些很餓的士兵 殺了幾匹馬 先餵飽了他 接著叫他趕死隊 向幾個比較弱的地方突圍 但他突圍了四五次 一隊人馬都沒有衝出去 對 情況越來越危急 最後 召喚 帶領其中一支 再有一支 蓋死隊 再去到突圍 但他突圍的時候 好不幸地 剛剛遇到秦軍 就被秦軍聯戰射死 趙國就完結了他一生 在歷史上背負了馬明 但畢竟 雖然他這次失敗了 但他都很勇敢去到 繼續去嘗試方法去到突圍 去到解決這個困局 不過可惜他是能力有限 最後呢 箭死沙場 不過都比投降 都好 都起碼一些風骨 那麼 白棋 就 見趙國都死了 當時秦軍也大叫 趙國死啊 主帥已經死了 其他趙軍已經沒有士氣了 所以全軍投降 白棋清點趙軍的人數 發現竟然有40萬 他心裡想 這40萬 他和副將王克商 這40萬怎麼搞呢 這麼多人 嘩 到時半變就大了 嚴重 所以 白棋這個人都心狠手難 所以他暗地裡已經定立了主意 把這群巡軍全部殺了 但用刀殺也有排殺的 你殺他他都可以反抗 那一點呢 就是 林執行刑之前 當然不讓他知道 先餵飽他 請他吃大餐 趁他們睡覺的時候 然後呢 秦軍就用繩子綁起他們 那 那 這40萬人都可以綁 最後呢 是把他們 減生 抹至死的 只是放了 240個 趙國的小孩 回去 趙國 那 為什麼要送他們回去呢 就是宣揚秦國的國威 我心想 這個人 太殘暴 也很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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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紛揚秦國的殘暴 反而令其他國家團結在一起 但白喜就是這樣做 白喜就是這樣的人 一些殘暴的人 通常的結果 都是自食其果的 白喜也不是我們下集有機會再講 那麼 這就是戰國時代最大的一場戰役 長平之戰 趙國 因為這件事 他又不是自己打人 卻是幫人手 但就搞到國力一決不振 而秦國的國力 是越來越強 雖然後期趙國 仍然在對抗秦方面 仍然有幾好的表現 因為他後來有個大將出現 叫李牧 多次擊敗秦軍 如果我們不可以純粹說軍事 但從內政的國力 趙國已經削弱得很厲害 他已經無力爭霸 所以我們在這個故事的學習是什麼呢 沒有標準答案 不過就是我自己的體會 我們都應該鼓勵這個年青人 去冒險 去創新 去嘗試 或者好像香港社會 其實都缺乏了創意的意識 我們都應該很鼓勵他們 一些年青人去這樣做 不過就是當你去冒一些風險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代價是什麼 而代價是純粹影響你自己 還是會影響身邊的人 如果那件事真的很高風險 或者會影響身邊的人 就更加值得仔細去思量 評估這個風險 審慎行事 有自信之餘 也要抱著戒慎恐懼 如你搏逼的心態 即是說 召喀有自信 是值得讚揚 但是 他目空一切 不理別人的意見 以為自己天下第一 最後的結果 都是 堪如 或者就是 令到自己受害之餘 亦都令到其他身邊的人受害 甚至令到國家受損 所以 做每件事 我們要想清楚 想後果 評估 想清楚 之後 當然不要經常想 就去做了 要有行動 好 我們召喀的紫上談兵 即是我們都不要學召喀紫上談兵 我們要實踐 因為實踐 就是我們 或者去行動 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失敗 亦都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但是 召喀這個失敗 就是一鋪清 太黑 不能回頭 所以我們真的要 小心 小心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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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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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下